衣服、鞋子可能只有那幾款 十多款都可能存在 但它真的存在的都還有 到今天我擁有幾百棵 其實都有新的東西會再出現 你現在擁有價值多少? 一百萬以上 加上多少? 五百以上 我想幾十至一百種 這些暗暗慘慘的叫快根植物 它雖然動都不動 但不少潮人都為它著迷 像日本潮牌主理人龍澤新界 甚至藤原號也有種 香港這邊當然有玩快根的潮人 洋蔥是否快根植物? 不是 蒜頭? 蒜頭也不是 紅蘿蔔? 紅蘿蔔就不是 白盒是嗎? 白盒不是 馬蹄是嗎? 不是 河手烏是嗎? 河手烏就是了 番薯其實跟我們種的 譬如說龜甲籠是很相似的 同一類植物 龜甲籠其實真的可以吃 這棵東西都要幾百元 幾百元的薯仔 簡單一點 我們食用的部分 其實在泥土之下 其實它就是一個快根植物 這棵是象牙宮 一棵比較受歡迎的品種 一棵健康的快根 其實它會比較硬 第二 它出來的葉是甚麼顏色 很綠 有沒有被蟲咬過的痕跡 這個其實屬於二級頻毅的物種 基本上是不賣的 但如果你說賣 基本上都過萬 新手入門 必備的 是一棵我們稱為斷崖女王 第一 它價錢便宜 幾十元可以有 第二 它生命能力也很強 生長速度也不會太慢 變相新手來說 比較容易看到它的變化 它的葉子有些絨毛在上面 它也是一個有花的快根植物 第三拖 想介紹一個偉被衰少 棒槌科的另一種棒槌樹 整體形態好像一塊薑 有些人會喜歡表面比較乾滑 有些人會著重它有多少個頭 沙漠或者生態環境比較少水份 或者比較乾乾一些 大風一些 因為化繭植物本身有草水性 不需要像普通植物一樣 每天都要淋水 一般來說 室內種就是一個星期才下一次水 窗邊的陽光足夠 其實不需要人工的輔助 這家市面上 有超過一百種快根類植物 價錢由幾十元至幾萬元港幣不等 有人餵潮流 有人覺得型 至於它 覺得快根漂亮得像藝術品之外 名字還像動漫般有型 還玩到幫快根配種 藝術品是五六年前 我剛開始種植物 拉入到這些種植物的朋友 然後就 為何不試試快根 藝術品是甚麼 應該是這一盤 這盤叫阿龍木 叫我第一棵 其實當時是這麼高度 也算是慢 但在快根裡也算是快 很快 一盤變兩盤 兩盤變四盤 四盤變八盤 多年都有不同的心路歷程 通常是瘋狂地選購不同類別 然後追求大大小的東西 或者更完美的賣相 再下去就開始玩Gear 我現在就回頭 玩完大後就開始想玩小 我們現在就是去到玩到 會幫他人工交配 看看我們會不會有種子採到 我生活每天都是快根 下班了 關門了 播放一兩盒歌 喝杯東西 隨著煙 看看他們 那就是我最享受的一刻 你不會記得其他東西 你會覺得 喂 真的很棒 很好J 我會不會透過中快根 去逃避一些現實的世界 事先在那個時刻 你全程投入了這件事 你可以放下一些東西 因為我大兒子就發生意外 其實跟犯人一樣 都是一個 十年都不會怎樣大 那個時刻 情況是一樣 他是一個不會成長的小朋友 就算他到30歲 其實他的能力 可能都是只有1、2歲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你怎樣面對這個生命呢 犯金植物就給了我 真是一個啟發 雖然他的生長是很慢 但是我怎樣從他 我是欣賞到這個生命的變化 醫生有建議過我 不如你棄養他 其實他很差勁 應該終身會在床上 終身插合 其實回到最後 現在他完全不需要插合 完全是可以自己吃東西 甚至乎我們現在訓練他自己站 有些東西 你很想他 很漂亮 那棵東西種得好 但冥冥中 他自有他自己的命 萬千的康戶 其實他要死那一刻 你是阻止不了的 我想我就算不做生意 我都會有幾盆快筋 跟到我老 中藉其實就是 觀察一個生命 快筋是超脫死亡的 真的是沒得急的 急是做不到一些好事 快筋可能會教導我們 慢活一點的一些生活 經過一個時間 我慢慢看出變化 可能是更加漂亮 自己的生命 各位讀者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 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